那些死亡的台湾人的 separatists 所有人在台湾必須要做一個承諾 那些認識只有一個中國 在中國你只會失敗 如果他們不喜歡你 那是法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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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願意的 因為大家都在看這個節目 如果你有什麼錯誤的話 可能你會失敗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是農曆七夕情人節 小粉紅啊先別噴 為什麼我不是說中國的情人節 你先找到另外一半好不好 你先找到女朋友再跟我說 為什麼不是中國的情人節 義大利也不會說西洋情人節 應該正名為羅馬情人節對吧 任何過二月份的情人節 通通都必須要回歸羅馬帝國的懷抱 而今年的七夕情人節 中國各消費指數暴跌 不僅是什麼高級餐廳啊 電影啊 鮮花啊 電商啊各種情人節的消費活動 對比前幾年都是明顯下滑的趨勢 而中國的鑽石進口 也是同比下降了29.55% 那許多網友就噴 我自己都過不好了 哪有心思搞這種儀式感 談戀愛甚至結婚呢 雖然中國存在一定比例的消費降級 但是鑽石這點 我還是必須得幫中國說話的哈 鑽石作為高端市場 但是在這幾年啊 全球的鑽石都是在下降的 不只有在中國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還是中國嘛 中國不僅有 道賣大體最大的產業鏈之外 還有製作骨粉最大的產業鏈 中國的河南啊 也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鑽石供應鏈 那製造出來的人造鑽石 比天然的還美 而且價格啊又非常的便宜 而中國人造鑽石的銷售量啊 在2020年同比成長了400也16% 中國又剛好面臨通縮的局面下 所以在這種雙重打擊啊 中國的這種天然鑽石 消費降級又更加明顯了 所以單看鑽石我覺得還是不太準確的 要看情人節其他的相關餐飲 或是鮮花的銷售比較準確一些 而昨天我也跟我女朋友去慶祝了一下嘛 那大稻埕也有放情人節煙火 這個餐廳我可是一個多月前就訂好啦 比我前幾天去日本玩的機票還難訂啊 通常你在節慶的前一週甚至前兩週 才開始訂的話呢 你心儀看中的那個餐廳啊 通常都是後補沒有位置的 而我也發現台灣的Seven 從今年的西洋情人節開始 還有到母親節、父親節 還有這次的七夕 都進口了好多的花朵 那我昨天在Seven也買了一支 路上也看到好多女生 手上也拿著不同店賣的這種玫瑰花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吧 今年的七夕真的太沒氣憤了 店家咋啦 不結婚、不生育、不買房、不消費 是我們對自己人生的負責態度 做牛馬被踩、投資寫本無歸 這些都無人問津 所以今天為什麼又要讓我們為感情買單呢? 七夕消費暴跌 年輕人不交愛情稅了嗎? 第一,普遍消費降級了 年輕人口袋已經沒錢 第二,真正的愛情不需要刻意的炫耀以及展現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醒悟了 不會被資本家洗腦而衝動消費 截至目前朋友秀恩愛的還沒昨天歡慶 乒乓男團多慶得多 交不交愛情稅我不知道 我知道要不是今天刷了微博 我都不知道今天是七夕呢 年輕人都不過節了嗎? 我看今年的鮮花都降價了 年輕人可能比較務實了吧? 經濟下行、消費降級也是因素之一喔 牛郎之女在天庭的房貸還沒還完就被裁了 沒時間過節啊 年輕人做錯什麼要給店家交稅 都是單身我交個屁啊 我們已經不讓資本家剝削我們了 就是你們要知道 你們每一個人可能也都是資本家 對吧? 你可能也是一個小餐廳的老闆 你可能也是賣鮮花的一個獨立的店家 你知道消費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循環 一定要動 如果大家都不動的話 大家都是這樣 那店家也可能是你父母 那他們也是你所謂的萬惡的資本家嘛 所以你最後打倒了 打倒的還是你自己啊 而並不是資本家的問題 是中國政府的問題 而近期還有一名粉紅 在馬來西亞遺失了中國護照 被卡在機場回不了偉大祖國 並且拍片請中國大使館救援他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求救的影片吧 我現在在這個機場裡 因為我的護照弄丟了 所以我哪都去不了 我今晚只能睡在機場裡 讓我打使館電話呢 怎麼打都打不通 所以我希望馬來西亞的這個中國大使館看到 能揮下我信息好嗎? 能稍微接個電話好嗎? 我現在真的非常需要幫助 有沒有非常的懶心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網友搞笑的留言 5月份的時候去馬來西亞也是那個大使館的電話 怎麼打都打不通 哈哈哈哈 宣傳的時候你就說打電話是24小時的 結果有事就打不通啊 他們不可能主動打電話給你了 直接報警 比找大使館還快 我去過吉隆坡的某大使館大門緊閉 連個保安都沒有 有人說要給米才行 欸? 我出國從來不打大使館電話 我當時在 啊這是哪一個國家 非洲的國家是吧 也是因為護照問題打了大使館電話 工作時間全時段戰線 我想說啊 別怕 直接湧傳馬來西亞的海關 說你是習近平的子民 是龍的船人 你一個小小的馬來西亞省還想翻得了天嗎? 像我今天還看到一個留言 一個中國人非常羨慕馬來西亞的水果 尤其是琉璃 琉璃非常的物美價廉又好吃 結果馬來西亞的朋友跟他科普了一些知識之後 他說算了 反正我們遲早也會把馬來西亞打下來 到時候想吃什麼吃什麼 我們先退一萬步說啦 假如中國真的有能力把馬來西亞拿下來 你還是那個價錢啊 因為你不是到家人啊懂嗎?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在中國第一次辦護照有多困難 首先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話 你必須準備銀行徵信的報告 第二固定收入的流水單 第三繳納社保 也就是台灣的勞保 第四工作證明 第五婚姻狀況 如果你還是學生的話 就不用繳工作單位證 你需要提供在學證明 而你好不容易申請到了護照之後 你去歐美日韓等國啊 你還另外需要再申請這個簽證對吧? 而且根據不同的國家 你要提供不同的財力證明 那個財力證明是有一定的標準 你一不達標你就沒有辦法申請 不僅是房產車產證明 當然主要還是看你去哪個國家啦 那我當初辦台灣的護照 就帶了張大頭照而已啊 就這樣就這麼簡單 不用像偉大祖國那樣過五關斬六將 所以再次呼籲啊 舔共的台灣人 趕快去陸籍拿紅色的護照 當一個堂堂真正的中國人 不要跟我說你說的中國 又是中華民國啦 我倒是從來沒聽過你在中共黨員面前這樣說啦 我真的沒有聽過 因為你只敢對台灣人這樣說 因為台灣人手法有民主沒有槍桿子弄你 但是中共他不民主不自由他有槍桿子弄你 所以你不敢講 還有一個搞笑的事情啊 最近阿拉伯半島電視台舉辦了一場論壇 引發了全場大笑話 那為什麼會引發這個笑話呢? 這場論壇其中一個環節 邀請了中共大外宣高志凱 先說一下高志凱他的背景啊 他曾經擔任過北京市委委員 並且加入過中共外交部翻譯部門 但他名義上的政黨並不是共產黨 而是民革 什麼是民革? 全名叫做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咦?在中國也有一個中國國民黨嗎? 是的沒錯 榮譽主席啊正是孫中山的老婆 說到這 舔共的台灣人又要撿到槍啦 你看中共也有不同的政黨啊 也民主的啊 OK 那我們繼續說下去囉 在中國有八個永久的在野黨 注意永久這兩個字 而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就是其中之一 這些政黨是中共允許他們存在給西方看 給你們這些人看 欸 你看 中國也很民主吧 中國也有很多跨政黨聯合吧 跟你們歐洲的議會是一樣的吧 但根據中共的憲法規定啊 這些非共產黨的政黨 通通不得競選國家主席大位 你更別說擔任什麼軍委主席啊 那不可能啊 而中共的統一戰線部門 其中一個工作就是監督這八個永久在野黨 確保這些在野黨的思想 與中國共產黨是統一戰線的 統一戰線 統戰部 統戰不僅是對台港澳 尤其是對中國自己的人民 學校 醫院 宗教團體 企業組織 還有這八個民主政黨 還有所謂的海外華人 所以啊這些政黨 實際上在中國是沒有任何監督中共的實權的 你反而還是被中共統戰部給監管的 所以小粉紅跟舔共台灣人 不要再拿這個事情說是啦 你先讓中共軍委廢除掉 軍隊國家化 你再跟我說中國有民主 好 說完這些前提 究竟是什麼笑話呢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這個以毒亂鬼 回了些什麼 好 我會說 中國需要做更趨勢的行動 在中國的暴力和暴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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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 你覺得習近平是在罪負責不夠暴力的暴力的暴力嗎 我認為整個中國政府 包括中央委員會 好 後面就省略了 因為他後面還是在鬼打牆 還是在講說 中國迅速的處理老人化跟人口負成長的東西 人家在問你習近平這五年來 有哪兩項政策你之不滿意 然後你在說中國在老齡化做得很好 你在以毒亂鬼什麼東西呢 而且你知道這個影片後續啊 這個高志凱 問這個主持人你敢不敢罵英國國王 這個主持人說 好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他就罵了英國國王 結果你知道高志凱說什麼嗎 高志凱說 你敢罵他但你也不敢真的去S他啊 對吧 你連罵都沒做到 你連批評都沒做到 然後人家已經做了你又說 你怎麼不去A死 然後人家A死你又說 你怎麼不把英國滅國 人家把英國滅國 你說你怎麼不把整個歐美滅國 小粉紅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有沒有非常搞笑 台下的觀眾跟主持人全部笑死 但我想問啊 高志凱他自己不知道搞笑嗎 他當然也知道 但是公開在海外的電視台 評價習近平跟選擇達菲索恩被恥笑 是你你選誰 你當然也是選被這個眾人恥笑嘛 是吧 不然你回去要挨槍桿子啦 當然小粉紅看到肯定會說 西方那一套啊 又再把那個標準套在中國身上 我想說的是西方媒體也是這樣 針對自己的政客 不是只有對中國這樣而已啊 而最近應該是兩天前 日本首相開了一場記者會 台下一名老翁拿著牌子 是痛罵日本首相岸田 那岸田還下台主動跟這名老翁握手 以及當面與他交流 你覺得在中國有沒有人 可以這樣向習近平 然後習近平下來跟你握手交流 不要說習近平啦 省委書記、市委書記你們做得到嗎? 市長、省長你們做得到嗎? 縣長你們做得到嗎? 在台灣啊 都有民意代表可以監督官員 在議會上不分政黨的痛罵縣市長 你知道最近不是在罷免基隆市長嗎? 基隆市長一直站在基隆火車站門口 跟大家寒暄問暖 在中國你看過哪一個市長這樣子做嗎? 我們現在無論他到底 是不是一個好的縣市長 我們就說他這樣的行為在中國 你們是有看見嗎? 不管是被罷免 有沒有罷免的權利 跟市長會不會在民間上 被你看到常常在市區走動 你知道有一個基隆市民 還過去問市長可不可以一起拍照 當著市長的面說我要罷免你 在中國有這種事情嗎? 我相信你們自己心照不宣 做這個事的下場是什麼? 當然你們肯定會說罵也沒用 為什麼要罵? 罵非常的有用 不然你們幹嘛翻牆來罵我們 為什麼你們牆內這麼多 對於政府對於中共的言論管管控呢? 為什麼古代的中國 至今的中國這麼多的文字語呢? 因為罵他有用啊 而罵是一個過程對吧? 這取決於你有沒有開頭的那個監督權利 跟你有沒有開頭那個投票 以及罷免他的權利 有了這些權利你罵的那個過程才有用 你罵這個過程才有那個結果 他到底是會改善還是他繼續倒行逆施 是吧? 那他繼續倒行逆施又進入到下一個環節 要不要罷免他? 如果你們承認罵沒有用 就代表你們也覺得自己沒有選票 沒有罷免的權利 更沒有監督政府的權利 所以啊你們還是好好的當骨粉 活在趙家人的鼻子、牙齒、膝蓋裡面吧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好,下期見了,掰掰 好嗎?